Hello 歡迎再次來到HKTUTOR.COM 我是阿榮 今天要做的教學就是 之前有個網友在Facebook留言給我們 想問一下在Flash 怎樣做動物行路的Animation 今天會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完成的就是一隻貓跑步的Animation 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準備好你的要Anime的角色 我已經在AI 準備了 其實現在AI 就可以很方便把Input 進去Flash 但是用AI Input 去Flash 就有幾個方法 如果大家是熟悉Flash 就知道 Flash 我們分為幾種的Object 一種就是普通的bitmap 的Object 接著就有Movie Clip、Button和Graphic 我這裡有兩個AI 檔案 也有隻貓 我會用兩種示範方法 示範兩套 通常畫完在AI上 就會像我現在看到的 Layer 是只有一層的 我們要做些準備工作 等待我們Input 進去Flash 的時候 更方便一些 首先就是 將每一部分分開選擇 選擇之後 我們將它開一層新的Layer 將它丟到不同的Layer 然後再開一層新的Layer 這個Layer可以排好Hierarchy 排好之後 之後 放到Flash 也會跟回Hierarchy 然後就逐隻腳 左腳 每一隻腳都是這樣做 分開每個Object 然後我最大的這層Layer 沒有東西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丟掉 然後我們就可以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File 但是如果你的Scene裡面 有一些Object 是不需要做 例如是不是隻腳的 我們待會隻腳 會做一個 在Flash 做一個 我們叫做 Boom 的 Function 蜆骨的 Function 如果是不需要蜆骨的Object 其實例如是這個 我遲些會做其他 樣子給它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 事先把它變成Movie Clip 我們先選擇 選擇這一層 去Symbol 這個 把這個Object Drop 到Symbol 看到Symbol 就會出現Symbol option 我們可以打個名字 例如叫Hack 這裡有一個Type 例如我們選擇Movie Clip 它自動變成Movie Clip 中心點是哪一點 例如是這個 我可能會選擇下面的一點 用下面的一點 來中心點 我們按OK 它現在就變成一個Symbol 接著我們把這個File 例如我們放在Desktop 例如叫做Cat.ai CS5 我們按OK 接著我們就可以去我們的Flash 我先關掉這個File 開個新的File 3.0 選擇好了這個Synth 接著我們就可以去File 裡面 Import 我們Import to Stage 選擇 剛才save出來的 Cat.ai 然後按開 它就會有一個Import的Dialog 出現了 你可以選擇哪些Layer 是不需要的 哪些Layer是不需要的 我們按OK 全部放進去 這樣你就會發現 它就連我們的Layer 都關掉了 而這個頭 我們去Cat.ai 裡面 這個頭已經做好了 是一個Movie Clip 接著我們就需要把這些Object 充滿骨 做一些Animation 我們要怎樣做 我們要逐隻 逐隻腳 來示範 首先就要選擇下面這些 除了身體 下面這些 我們要充滿骨 將它全部Ungroup Cmd Shift G 或者是Ctrl Shift G 如果你是PC 將它變成沒有Group 就是這個形狀 接著我們去Tools Bar 如果你是CS4 或者CS5 你就會有這個功能 Boom Tools 就是我們鍵盤上的M 按下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 小心點 要遮蓋上面有的Layer 否則它會連在一起 我們就先把這層Layer 先遮蓋 這樣就不會連在一起 在Boom Tools Ctrl Drop 一條出來 再Drop 那你會看到 Timeline這裡的Layer 它多了一層 新的東西 但是下面那層 就刺了 原本有東西就刺了 我們可以丟掉它 這一層就是新的Layer 再去做下一個 充滿骨 其他可能會阻礙它的東西 這隻貓腳 我們打算拉兩條骨 如是者 拉兩條骨 好了 我們現在就拉兩條骨 然後呢 我們就要做一些Animation 首先我們要決定 我們的Animation Timeline是多長的 我設定是30 64 24 24 我用6個Frame 64 24 就這樣做 剛才是24 選擇 去到24 我們按F5 延避 我們先把這個 延避 延避 剩下這幾層 把所有的 都關掉 我們逐層逐層 去到 Timeline 第一格 再移動一下 你選擇 你選擇 黑箭嘴 你選擇 之後 你會發現 它出了骨 你就可以 這樣 將骨 打開 首先 設定好第一格 它要走的 步幅 第一格 是 這樣 其他也是 就是 設定好第一格 的角度 先 這隻腳 就這樣 這樣 一隻在跑 兩隻腳 同一時間 接著 我們去第六格 我以六格為一個 Cycle 我先把其他 一隻腳 我們現在由最底的這層開始 向前 這隻腳 這隻腳 跑了向後 這一格 它就要伸回向前 但是它會屈起來 它不會碰到地下 六之後 就是第十二格 第十二格 這裏看到Current Frame 十二格 第十二格 它就需要 向前伸 這隻腳 十二之後 就是十八 第十八格 就將這隻腳 踏回地下 踏回地下之後 接著就是第二十四格 第二十四格 我們就要回到第一格 這個動作 我們就需要 人肉拉到接近的位置 我們可以在 Timeline 上 飛來飛去 確定一下 夠接近 盡量接近 兩個姿勢 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 按 Ctrl Enter 或者Cmd Enter 去 Preview 我們的動畫 拍得順不順 這樣就OK 接著我們可以再做下一步 每一條 Timeline 都是這樣做的 這樣就完成了 時間關係 我已經完成了 所有腳 拍出來 就會是這樣的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節奏 可以自己移動這個 Timeline 但是 有幾件事要留意 我們在做Flash 這個骨的程序裡面 這些 Keyframe 是不能動的 當它還是這條綠色的Bar 如果我們嘗試 把你的Mouse 調去 Timeline 那個Layer 最後那格 你可以拉長 但是 它會 by proportion 放長 我們那個 那個Animation 你看到 這些點 會走位 你也不可以 切斷 你可以切斷 但是 你可以再加長 但是 這些Keypoint 這些Keyframe 我們就不可以動的 不可以像其他Keyframe 我們要去回這一格 Edit 所以每一次做骨的Animation 的時候 我們都應該要想好 整個Animation 要是怎樣的 我現在就做一個 四個步驟的行路 實際上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 實際上 比較順暢的行路方式 就應該是六個步驟至八個步驟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些 跑步圖的話 就會比較明白一些 如果是四個步驟的話 就會出現 像我這樣的情況 有些時間 是兩隻腳都不同步的 如果我們要再 Edit 這個Timeline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如果我們要 刁壁其它 除了可以刁壁其一層 再移後一點 這樣之外 還可以怎樣呢 在右按摩 這條 這條Timeline的時候 它寫著 可以Convert to Frame by Frame Animation 我們就可以爆開這些Animation 但實際運用 我們就很少會 真的需要爆開它 通常我們實際 要做一些 白鷹骨的Animation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一個Movie Clip 包住所有 這個Animation 這個Character的Animation 接著我們就 用Action Script 去召喚它 另外在主Timeline 去移動整隻動物 這樣的做法 就會比較方便 但是今天就 只是調教到這一部分 希望大家 慢慢玩 在AI 不 sorry 在Flash上可以這樣 是挺好玩的 令到 比以前用Flash 3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Object 要爆開它 去Animation 實在是方便太多 希望幫到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我們網站 留言給我們 在我們Facebook留言給我們 也可以的 我們下次見 拜拜